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主题我要介绍用实验求出分子量的方法 有五种 第一种之前学过的PM等于DRT 用在气体或者挥发性的物质 通常体面会这样子 比如说有抹气体 在同温同压的时候 比如在标准状态 密度是某种气体的几倍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某种气体在STP的时候 零度是一大气压的时候 抹气体的密度 是甲烷气体的 假设1.75倍 同温同压R固定 所以分子量跟密度成正比 甲烷的分子量16 所以气体的分子量 就1.75乘上16 就可以得到气体的分子量 然后是把它擦掉 好 第二种方法 用废点上升 它适用在非挥发性的物质 本身 本身不容易蒸8 废点上升的度数 就等于KB值 乘上重量莫容度 所以我们只要测出 废点上升的度数 这KB值像水的话是0.52 我们就可以求出 加入融质的分子量 第三个 利用零固点的下降 它是适用于挥发性的物质 这个重要 公司这样子 零固点下降的度数 等于一个比例常数 再乘上重量莫容度 水的话KF值是1.86 而通常KF值比KB值还要大 所以利用零固点下降来求分子量 会比较准确 我们证明一下 当 容易的重量莫容度一样的时候 所以废点上升的度数 或者零固点下降的度数 跟KB值会成正比 而且KF值又大于KB值 所以零固点下降的度数 会比废点上升的度数还要多 所以比较容易观察 所以看A点 零固点下降度数比较多 所以比较灵敏 容易测量 所以相对误差比较小 而且有些融质 可能因为加热沸腾而分解变质 所以不适合用 沸点上升来测量分子量 好,再来B点 这个很重要 蟑螂它的KF值是40 非常大哦 所以蟑螂常用来当融剂 以测量昂贵有机物的分子量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取非常微量的这个昂贵有机物 来当融质 我们就可以利用零固点下降 来求出它的分子量 待会有题目我们再来做解说 第四点 我们还可以用渗透压 来求出高分子融质的分子量 高分子融质就是分子量很大 所以一般都是求聚合物的分子量 第五点 如果是非挥发性 还有非电解质的融质 要求分子量的话 我们都可以利用废点上升 或者零固点下降 我们来看范例 第一题 现在求分子量的方法 何者适宜 A 畜酸的分子量 可由畜酸是本容易的零固点下降求的 这个不行 是因为畜酸分子之间会产生氢贱 所以会聚合 这个我们之前都有学过了 这里 会有氢贱 这里也会有氢贱 变成一个二具体 所以测不出一个单纯畜酸分子的分子量 再来B点 水溶性的淀粉分子量 因为淀粉是一种聚合物 所以分子量很大 所以一般我们是用蒸汽压来求的 乙醇分子量 可由水溶液的废点上升求的 乙醇不行 乙醇它有挥发性 所以应该用零固点下降法 乙醇 尿素的分子量 可由蒸汽压下降求的 这没有错 它是非电解质 也没有挥发性 某有记物 0.03克 融到2.4克的脏脑中 分子量152 测的零固点是172.5 而存脏脑当浓 而存脏脑当浓 而存脏脑当浓脑脑脑脑脑脑脑 感谢观看